来 我请介大使最后两个一起谈一下 一个是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市占率是第一名嘛 但它的技术含量真的很强 我们之前讲过它一个这个什么 什么神技术的一个王炸的一个什么电池啊 充电10分钟可以跑400公里 那现在又有一个 我们知道电池最怕的就是温度 温度太低的话 我们的手机有没有 你带到高海拔 温度很低的话一下就没电了 但是它现在出现这个电池 已经手套已经量产交付了 已经开始商用了 那它最高可以在5000米的海拔 零下40度 零下40度天哪 这样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它目前它的这个动力电池 已经全球市占率36.8% 这是连续第六年都是拿下第一名 它的董事长还要告诉大家 现在还有一个这个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宁夏县 从宁德到厦门通车有个什么 重卡的电动化 大家知道在高速公路上 各式各样的重型卡车在跑 那如果说他们都是这个电池 需要换电的话 你们很焦虑啊 这个沿路上有没有 哪里有充电站呢 像是这条高速公路上面 总共是420公里 宁德时代呢就有四座换电站 所以它解决了这个重卡司机的 不能焦虑 换句话说 它都是从上游技术的 到下游充电桩的 它全包整个一条龙 还有一个就是越南 之前我们讲过越南的房市崩了 崩成这样 现在是海啸来袭 上半年10万家地产公司 撑不下去关闭 平均每个月是1.6万万间歇业 这是刚开始吗 越南的状况已经一阵子了 最主要是国际的市场的需求量下降 越南事实上它也变成一种 外销导向的一经济体 它是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模式 那现在就是说整个外销的市场都萎缩 还有利率 对利率 美国的市场也萎缩 欧洲市场也萎缩 那所以就是说它的经济是蛮困难的 这个再加上越南最近也在打摊 打摊打的 打摊府打的蛮厉害的 而且之前炒房炒了一波 炒的它也是 当然打摊就跟房地产有关了 所以就变成整个的越南的经济 现在是非常糟糕了 不过宁德时代占百分之三十八六点八全球的这个 还有一个第二大陆是哪一家 也是中国大陆 叫比亚迪 所以双方都有很多新的这种 这种电池出来 像这个 像这个比如说Tesla的话 它就用宁德时代 它最近也要准备采用比亚迪的电池 因为比亚迪有一种刀片型的电池 那也是性能都很 因为这个电池的科技是电动车最主要的关键科技 你现在去买电动车 你最麻烦的一点就是说 第一个 它的续航力不够 它比如说它充电是给你跑五百公里的话 我们现在随便一个汽油车的话 我们都可以跑加满油就跑七百公里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充电的时间太久 你又说要充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所以它一定要把它充电时间把它缩短 然后它续航力增加 如果谁能够先做到续航力增加 然后充电时间 它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独占凹头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现在你刚刚提到 在这个比较寒冷的这个环境里面 这都是技术的突破 那就是说现在宁德时代 不但已经有量产所谓经济规模 别人很难跟它竞争 因为它的量大 市场的市占率大 它已经成经济规模 它的生产是最符合经济效益的 再加上技术领先 所以中国大陆都讲说 电动车怎么起来 其实关键科技就在这个电池 宁德时代跟BRT 两个掌握 那现在的话中国大陆十四五的 这个整个里面的这个 十四个五年计划 第十四五年计划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就是在很多地方用量化的标准 来要求各个地方增加充电桩 充电桩就变成你车子出去以后 你电池的话 你会觉得跟汽油站一样方便的时候 大家就会去买这个充电车 电车 因为电车的话 大家比较担心 就是我到可能比较荒郊野外地方 我没有充电桩 那我这个电车怎么办 所以这个部分中国大陆 就在不断不断的在怎么 这个是电车的基础建设 那它由政府在做 它这个充电桩的设置 设置量是非常庞大的 十四五计划有量化的 比如说全国要做多少 大城市要多少 都在一直在做 那这种换电站的话 这个是对大型的卡车 大家现在看一下 普丁没有去金砖 派了拉夫罗夫 他也已经确定了 他打电话给印度总理说 G20他也没办法去 因为G20印度是主场 还是拉夫罗夫代表 倒是拜登之前剧透说要去越南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他专程去吗 他应该是去完 我们看到 去完这个G20之后去9月10号 G20是9月9号 他会去访问越南 到这里都被认为是一个挖大陆墙角的概念 当然还有很多会议 包括中国的东盟博览会 时间也差不多 9月16号到19号 对啊 美国现在在亚洲 都想尽了各种办法在挖中国大陆的墙角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韩国跟日本 然后看到菲律宾 印度 接下来就是越南 但是我想再怎么挖 大概也就这几个国家了 他想要再增加不是这么的容易 顶多在东协的国家增加一些互动 但是如果说要像这个韩国跟日本 这样跟美国紧密结合 哪怕是菲律宾恐怕都做不到 那么我只是觉得很妙的是 对拜登来讲越南不算是 共产专制极权国家吗 那你当时是怎么骂北京政府的 那你现在跑到了越南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越南就符合了美国的普世价值 中国大陆不符合美国的普世价值 那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不都是共党 不都是专制的政权吗 如果照你的这种标准来说 都是一样的啊 那为什么你对越南 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待遇呢 所以说白了 你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 只是是不是对你美国有利而已嘛 符合你美国的国家利益 你什么都可以当作没看到 你当时是怎么骂那个MBS的 怎么骂那个沙拉伯的 萨勒曼的 就你为了要去跟这个俄罗斯 去分庭抗礼 你还是去握了他的手 所以美国就不要在这边 鬼扯什么大道理 不要动不动就搬出个 什么民主自由这种价值出来了 因为显然你的形式风格 根本不是如此 你的形式风格就是美国优先嘛 但是他现在做这件事情 当然有其意义的原因是因为两个嘛 就第一个越南跟中国大陆 本来就有一些领土的争议 本来彼此就不是很like对方的了 大家总是会有一些摩擦的 那么他在这个时候挖越南的墙角 这个挖中国大陆的墙角 来拉拢越南 这是合理的 但第二个重点是什么 第二个重点是对越南来讲 他当然也欢迎美国去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现在在推 所谓的有岸外包嘛 所以对这个拜登来讲 他当然希望说在中国大陆的供应链能够 这个有一部分移到越南来 所以对越南来说 他也是可以得到好处的 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一拍即合的 但是我要强调的问题是 越南就算是有美国有岸外包的一个规划的国家 那么所有要离开中国大陆的产业 恐怕也要掂量掂量 就是越南的这个生活的品质 它的这个劳工的水准 它的基础建设 究竟是不是有利于这些所谓 要这个符合美国有岸外包的这些企业 你这样越南也好 印度也好 原本都是打了这个算盘 但是现在有很多企业到了那里之后 发现不是这样的 他在那里没有办法找到符合标准的劳工 这劳工的水平不像中国大陆这么的整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未必能够讨得了好处 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美国永远都是以他自己为优先的考量 那至于说普丁不要去出席这个G20峰会 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 因为他是战犯的 照这种情况他到了那里碰到了 拜登是要逮捕他吗 还是要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场面里头 两个人见到话 见到面大概没什么可以说的 所以而且说实话 G20根本就是美国跟西方国家的主场 对于普丁来说 他去参加意义不大 所以他派个拉夫罗夫去 就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那么因此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就是说而且普丁的出访 恐怕也要很小心的规划 因为普里格金到底是谁杀的 这件事情目前为止 当然很多人都见指克里姆林宫 可是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 并不是如此 虽然金专跟这个G20也不去 但是我们看到俄方已经宣布了 秋天会数次出访 所以已经预告了 只是没有告诉大家他要去哪里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